一个能让男人爱不失手的女人就是情人 情人是这世上最尴尬的身份 因为永远是别人的配角 现实生活中 有的情人活在阳光下 有的情人活在阴影中 很多有自私的女人都成为了男人的情人 相信了男人的一面之词 认为我跟他还有可能 他是爱我的 他会为了我跟他老婆离婚 这种想法看起来很天真 但却是很多情人都努力争取的 毕竟谁也不想一直活在阴影下 也许这种女人永远不会等到男人去他 就像某些情人有限上位 也只会受到很多人的支持点点 第一种真心相爱的情人 有情有意义才叫情人 与金钱和权力无关 真心相爱的情人 是不会主动破坏男人家庭生活 这种情人不只是为了钱 才和男人在一起 有的情人就只是想和这个男人好 不求名不求利 只要能够每天见到 就已经是最大的满足 但我不建议这种关系一直相处 无论对谁都是伤害 第二种专门搞破坏的情人 一个让原配恨之入骨 一个让男人爱不释手 他们就是专门搞破坏的情人小三 这种小三就是洪水猛瘦 逼得男人不得不像做选择题一样 在自己老婆和小三之间做个选择 不管最后选谁 都会对另一番造成伤害 选原配选小三 这都是男人出回后的结果 第三种就是随便玩玩的情人 这种前人可能无心破坏你的家庭 和你在一起也只是为了寻求刺激 做个新鲜 也许有的是图你的钱 也许有的图的是跟你搞搞暧昧 反正你只要是认真了 那就会被他耍得团团转 很多男人在被骗后 还说这个女人是个感情骗子 付出了一切 甚至为了她连老婆都不要了 这种说起来也不能全怪前人 毕竟从一开始 你就是心甘情愿本人骗 你要是不去追求婚爱情 人家又怎么会骗你呢 照我看来 这都是周围打黄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爱 如果是男人不会被骗 那么被骗的可能就是女人 所以 女人千万不要当什么情人 哪怕再凶 也不要因为男人的钱 迷失了自己 因为你失去的 反正比得到了更多 从头到尾 你像个过街老鼠 人人喊大 而且也不会有人去 同情一个挨大的小三 在他们那些人看来 敢于当小三的女人 又怎么会是一个好女人 弄到最后 被人嫌弃不说 还活得如此没有尊严 甚至落个孤身一人的下场 成了人人憎恨的坏女人 而导致这一切真正的罪魁活首 都是来源于男人的出怪 那么最后 你觉得这三种能让男人离婚的女人 是为了钱 还是为了爱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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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